好,那我们现在接下来看一下 我们来开始来设定一下 我现在呢登录到我的第一台 然后我来秀一下 秀一下我的 秀我的support 我们的一个staking support 里面2728都是NA没有连线的 那我们现在两台机器 现在目前是清空状态 清空状态 那我现在再调到另外一台 好,一样去show我staking 一样都是2728都是空的 都是空的 所以你会显示出这样的一个 那你要去把你的console线 换另外一台switch 这两台换来换去之后 好,我们现在呢 把我们的console移到下面这一个 好,我移到下面这一台 就是上面刚刚第一个机器 好,再按个enter就重新登录 有没有,现在是不是登录到另外一个switch上面 好,那我们来做的时候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 其实两台现在是独立的 独立你可以去show一下 show我们的VLAN 好,VLAN呢 它有28个POR 对不对 另外一台机器当然也是一样 好,刚刚前面这里让你确定说 它们是没有做 所以如果你做过堆叠的话呢 你要把它清空的话 你要两边就去看一下 它们是不是都有功能 好,如果都没有功能 这样就是正确的 好 好,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是把我们的27POR 两边的27POR 我们都把它接我们的光纤 10D的光纤POR 把它接上去 好,我们接完了之后呢 我们开始呢 我们来做第一个动作 Enable我们的Stating的一个Support 所以呢,各位来看一下 刚刚是这个画面 所以呢,我现在把我的画面呢 Copy起来 Copy起来 我给各位看一下 好,我把这个画面呢 Copy起来 现在是这个画面 对不对 好,放在这里 好 那我现在呢 你叫自己两边都要去做一遍 这三个动作 好 这三个动作 好 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来Enable 好,Enable我们的Stating的Support 对不对 好,按Enter 有没有看到 这里呢,就会出现什么 我们的2728 对不对 好,那这时候呢 我们再秀看看 好,我们来看一下 好,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的这里 对不对 这里呢,有没有看到 跟刚刚前面这里 我们看到 是不是它一个主态 已经有被启动起来了 刚刚是没有 对不对 所以呢,我们现在要去做 这个启动的动作 好,再来就把它启动起来 好 好 好,我们呢 下完这个指令呢 你可以看到 我们刚刚的一个 原来的POD里面 它是没有设定的 那现在呢 我们的一个主态的设定里面 针对这个POD里面的 这两个POD 它已经可以做 一个Auternal的设定 那这呢 就是说 你要去做一个 轮流 Change交换 的意思 就是呢 2728 这两个POD 它会去帮你做交换 好 那我们现在要把这两个POD 把它给启动 就是包起来 好 我们刚刚设定的 这两个POD 可以做轮流交换 那这边呢 我们要去主态 这两个POD 它可以轮流交换的功能 把它启动 所以呢 我们执行到这边 好 那这边呢 在第一台呢 设定好了 Enter 好不好 它叫我们要reboot 所以呢 我们现在设定好了 我们再来秀就看 还没reboot之前 再来秀看看 对不对 状态跟前面是一样的 对不对 前面这边呢 有没有看到 这边是一样的 只是呢 这边我们是做好要reboot 所以这边呢 第一台做好了之后呢 我们就reboot一下 好 好 当然要按Y Save 起来 好 让它去重开机 那我现在呢 回到第二台 好 我现在呢 现在呢 到了第二台机器 有没有 我这边呢 一样 我们跟刚刚的一样呢 我们来秀一下 我们的堆叠状态 好 是2728 它们一样是 Empty 然后呢 我们来一样 先把这两个呢 support 好 enable 好 我们的一个staking的support 把它启动起来 好 2728启动起来之后呢 来 再来呢 我们一样秀一下看看 是不是 enable 10 就可以设定 轮流交换的一个设定 好 一样 好 这是第二台 对不对 我们一样把它按 指令下好之后 有没有 指令下好之后 按一下enter 好 一样呢 按一下reft 好 第二台呢 一样呢 按Y要记得存起来 好 它会帮你存 OK 好 这样之后呢 它现在也是第二台再重开机了 我们把我们的console移到第一台去 好 第一台现在已经开机完了 有没有 我们来登录一下 好 登录一下 好 进来之后呢 我们就来 再来看一下 我们的秀一下 好 这时候呢 你在秀你的staking的时候 刚刚在秀的时候 它会出现2728 但是当你做好了绑定的动作 这里面 这里面 你们看到 秀staking 是不是就出现了我们这个机器的位置 那机器位置呢 你看一下 现在只有一台 因为另外一台再重开机 我们等另外一台开完 我们再来看一下 我们再秀一下 对不对 好 另外一台是不是开完了 刚刚这一个部分 注意到这边 有没有 刚刚这一台部分 是不是 西西这一台 开完机了 B2 是不是还没开机 对不对 所以呢 你可以看到 这两台机器 目前现在呢 开完机之后呢 就可以看到 再秀一次的时候呢 两台机都开完了 就会有一台 信号是你的这一台 这一台是第二台 到这边 就是你完成的前面这两个动作 那当然我们要去设定说 我们的一个 堆叠哪一台机器当第一台 哪一台机器当第二台 有没有 那针对它的MAC 你就可以这样来做 手动来设定 这样你可以指定 第一台或第二台 来当成你的 哪一台是你的指定 要设定的一个 堆叠的主要的机器 这个呢 我们等一下来继续来 那刚刚呢 前面那个影片是在做这个动作 打了这个之后呢 打这个指令 它就自动帮你 程序就帮你讨完 那这边呢 我们来做第二个 手动来设定一下 好 我们现在呢 指定了 这台C7 我再秀一次 我现在目前 就在C7这台机器上 我C7这台呢 我要指定第一台 这个B2要指定第二台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呢 我们的第一台要去设定 那当然我要先把我的 这个MAC 追时 就把它复制起来 好 复制起来之后 好 我们来执行第一个这个指令 enable 我们的一个堆叠 第一台 好 enable 好 我们的状态 我们的堆叠 nod nod dress 然后呢 我们来按右键 好 就可以把0004 就是我这一台机器 有没有 04969b 50cc 这一个 我们是把 启动 好 按Enter 好 这个呢 就是第一个步骤 对不对 那我们的 已经设定好之后呢 已经启动了 那我们现在要去设定 它是第一台 好 所以我们要去阻碍了 好 node 那我们要阻碍的是第一台 我是不是把我们的 第一台的 我现在阻碍了 我这个node dress 所以你现在要去指定 哪一台要做什么事 你就要把它的 因为两台现在是堆叠 你一台机器里面可以设定 另外一台机器 所以呢 你去阻碍 我这个堆叠里面的 这个n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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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ddress是谁 就是它的makeaddress 所以呢 我们这边指定了之后呢 我们来空白 有没有 我要去slot 它的number是1 对不对 好 那再来呢 我们来做这一个 一样呢 我要去阻碍这一个 address 有没有 一样这边就要 然后我们要做一个 Muster 这个设定 这个设定 一样呢 我们就阻碍 我们的 好 诶 刚刚那个dress 不见了 我再call一次 好 我到这边 好 我到这边 轻松一下 好 一样的位置之后呢 你要执行的这一个 我们要执行的 这一个 MAS 好 然后呢 后面加一个on 好 按 这个呢 这个呢 指定好之后呢 我们要来指定它的一个顺序 好 一样 前面打过的指定 我们把它删掉 再轻松一下 因为它指定 换页会跑掉 好 然后呢 P R R D RI 对 对 把它设为100 对 对 好 做到这个步骤 100 那我们呢 再设定第四个步骤 那我们呢 再设定第四个步骤 你看 会清空 因为有些看不到 所以我们再把画面 清空一下 好 好 设定为它MAS 之后 按Enter 好 那它当然要去做reboot 对不对 所以呢 你现在呢 这台机器就设完之后呢 就要去做reboot 好 那reboot呢 你可以呢 再按下reboot 就可以开机了 好 那我们现在呢 第一台做完了 那我们等一下呢 这台从开机之后 我们再做第二台 好 第二台 好 我画面呢 我现在呢 先来reboot 来 我看一下存档一下 看看 好 存档 你不得 好 好 那我们就等它从开机之后呢 我们再来 好 我们这台机器呢 你可以看一下我两台机器 刚刚的机器 这台机器刚刚在做的MUST 就是第一台做的 做完之后 这台还没有做 第二台还没有做 第一台做完之后 有没有看到这里出现一个1 代表这一台 让我们指定为第一台 我们刚刚是手动设定嘛 这台还没有设定啊 对不对 所以这台目前是空的 目前是空的 所以我们等一下呢 再继续呢 来去做一个设定 好 所以等我们这台机器呢 能够登录之后 这里呢 Login这个部分呢 等这个Login跑完之后 能够出现 Login 没有前面这一串 英文字的时候呢 我们再来做登录 好 那我们就稍等一下哦 好 那我们现在呢 已经可以到这个登录中 我们现在一样是 开在第一台上面 我们不用去第二台 知道吧 现在第一台上面 一样我们来登录 好 又重开机了 你看 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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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们来看一下呢 我们来秀 哦 这边 我们在秀 我们的一个 堆叠状态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 我们第一台 已经启动起来 这是Slot1 对不对 它是启动起来 这台是Example 对不对 所以目前呢 只有一台在用 对不对 那我们来看看呢 我们现在呢 来秀一下 而且你可以看 我现在目前是在这一台 C7这一台上面 对不对 好 然后我来秀一下我的 VLAN 对不对 目前呢 虽然堆叠做到第一台 这个步骤已经做好了 第二台我还没有做 所以目前还是28个Port 还是只有第一台在用而已 那我们现在呢 可以在第一台上面 就直接去指定第二台 好 那这边 你可以看 我必须要把第二台的ID Mac address 复制一下 等一下我要用 对不对 好 这时候呢 我们来 执行这边 这边的指令 这边的指令 可以看一下 首先 首先我们来 一样要启动一下 Enable 对不对 我们的堆叠 我们的Node 我们Node Node呢是谁 就是第二台这一台 是B2这一台 Mac address 所以我要选择是第二台 好 那这边你不要造 造我这个打 你要造你机器这个位置 好 第一台刚刚已经做完了 现在做第二台 对不对 你在第一台就可以指定第二台 好 按Enter 所以我们指定好了 再来 我们来去 我们再来 我们来秀一下看看 好 我们的一个 Support 好 2728 对不对 这个是刚刚前面的 来 那我们现在来做第二个 来阻态一下 我们Adress 做第二台 所以你刚刚这里 是不是还是空的 对不对 对不对 好 来 刚刚 Enable 这边 我要移动到前面去 好 我们的一个Node 这边 对不对 我们来指定我们的Support 等于2 第二台 对不对 B2这一台等于12 第二台 第二台 然后呢 一样 再来指定呢 我们的 这个一样 画面 画面会跑掉 所以我们把它轻控一下 好 轻控一下 我们来 好 Master 对不对 控格 ON 好 这边 ON ON 所以我画面 过来这边可以看得到 好 Enter 好 这边做完之后呢 我们来做这个它的一个顺序 对不对 排二题 来 一样 我们一样把它删掉 它一样会跑掉 这个 这个游标会跑掉 所以你会看不清楚 我们就清空一次 再打一次 这样子 好 P R I 好 然后把它设为50 对不对 Enter 好 这样做完之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 好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把它存起来 好 存起来之后呢 我们来秀 好 秀我们的一个staking 有没有 目前 是不是你可以看到 还没有功能 二还是没跑出来 对不对 所以我们现在是不是要把第二台 重开机 对不对 好 重开机呢 所以你看 我一样把这一个 对不对 这一个是在这里 我把它复制 有没有看到 我一样复制起来 我们呢 可以 reboot reboot no de node address 然后呢 我把这个 macaddress 放在这边 你可以呢 去指定哪一台机器 做什么 reboot 这样子 好 所以呢 你就不用去再切换你的console 所以我现在按个Enter 之后呢 你看你是不是要拉reboot 是的 你这个堆叠的这个node 是 按Enter 他就帮你做什么 第二台机器 帮你做重开机 好 我们等它重开 那你看我第一台是不是还在 我现在有没有跳到画面 没有嘛 对不对 第一台还在 我可以指定第二台 来 我们安静一下听听声音 轰轰轰的声音 如果没听起来没关系 好 那我们现在可以看 我现在等一下再秀一下 我们的一个 对不对 现在是一台不见了 因为它在重开机了 对不对 第二台不见了 因为它现在在关机之后 要重开机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 你秀一下 对不对 现在都还没跑出来 有没有 等它开完机之后呢 这里就会出现 第二台出来 它的node 就会跑掉 好 再稍等一下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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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